这是W02X升级版小气泡水氧嫩敷仪 现在介绍它的安装及操作 仪器从右到左分别是高压助氧 对准接口插入即可 高压水氧 对准接口插入即可 水磨笔 插入即可 脚踏 冰锤 超声波 射屏 这四个方法装置一致 对准卡槽 插入 拧紧即可 是开关 电源 废气瓶 飞液达到三分之二满时需倒掉 这是出水量调节 出水可根据实际情况左右调节 这是小气泡原液 把ABC三支原液倒入对应的ABC瓶当中 加满纯净水即可 打开开关 进入操作界面 仪器上方是时间调节 语言调节 中文 英文 选择中文进入操作界面 仪器屏幕右侧从上到下 依次试 超声波 工作强度调节 可根据顾客承受能力上下调节 工作模式 连续工作 有间隔 开启即可操作 射屏调节 工作强度 可根据顾客承受能力上下调节 工作模式 N1 2 3分别为连续工作 有间隔 间隔时间更长 开启即可操作 水模笔调节 工作强度及细腻大小 可根据顾客的具体情况 上下调节 需配合原液屏 1 2 3 结合操作 开启即可操作 仪器屏幕 左侧从上到下 依次试 冰锤 高压助养 高压助养需配合脚踏 进行操作 水氧物化 直接开启即可操作 现在操作小气泡水磨笔 调节 调节细腻大小 可根据顾客皮肤上下调节 选择A屏即可进行操作 选择合适的水磨头 进行操作 根据顾客皮肤轮廓 每条线短距离向上提拉 稀直选择 减顾客皮肤轮廓 节绸腻的水磨 其中选择 减肢不畏可 减肢不畏可 减肢加强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A屏操作完后 点击C屏 进行清洗管道 把吸力调节到最大 调节水量出水量最大 用拇指按压水磨头 松开 按压 松开 反复清洗四到五遍 清洗完成后 选择B平进行操作 更换水磨软头进行B平操作 旋转 旋转取下水磨硬头 装上水磨软头 旋转拧紧即可操作 操作时 直接定点原位进行操作 吸力可调小 根据面部线条 可重复两至三遍 另一边操作一致 B平操作完成后 选择C平清洗管道 出水量调到最大 出水量调到最大 吸力调大 反复清洗八至十遍 选择高压助养进行操作 同时需配合脚踏才能操作 近距离接触布克皮肤 根据面部线条 短距离冲洗 低支部位 毛孔粗大区域 可以着重加强 如皮肤敏感者 不用跟手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选择水氧物化笔进行操作 盖类可加入水状的精华 或者爽肤水 一定要稀释开 操作时可跟手做提升 去的时候用水 回来的时候用气 控制整个面部的水流量 重复操作两至三遍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选择射屏进行操作 打开开关 调节能量 模式选择连续间隔 间隔时间较长 调节好能量 即可操作 面部涂抹凝胶 选择四级头 进行面部操作 根据面部轮廓 向上提拉 注意四级 一定要平贴于皮肤 正常皮肤 正常皮肤可跟手操作 如需加减能量时 一定要暂停 不能空转 皮肤 皮肤全骨红血丝较多着 全骨位置带过即可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面部操作完毕后 更换眼部两极头进行操作 两边同时按住按钮 取下 两极设平头 对准接口 擦上即可 操作时需涂抹凌胶 调好能量 下眼瞼 外眼瞼向上提升 两极一定要平贴于皮肤 做上眼皮提升 重复操作 另一边方法一致 选择冰锤进行操作 根据面部线条 向内向上打圈 皮肤泛红 毛孔出大部位可定点操作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超声波导入 能量调节 能量可调最大 模式调节连续工作 有间隔 一般选择连续 启动即可操作 面部涂抹好精华原液 超声波进行导入 向内向上打圈即可 另一边操作方法一致 整个面部操作完成后 敷上师帮医用创面修复凌胶 15分钟 凌胶敷完后 卸掉 敷上医用师帮修复面膜 15分钟即可 敷上师帮医用